这是一个极其邪门的通灵游戏 据说完这种游戏 可以见到自己死去的亲人 但让人不知道的是 见到的也有可能不是亲人 而是让人闻风丧胆的脏东西 这天玩完游戏的翠花 刚关掉电视机准备睡觉 电视机里就出现一个鬼影 死死地盯着她 而此时的翠花 毫不知情地爬上床睡觉 可刚等她睡着 一阵恐怖的声音就突然传来 她转头朝着身后看去 身后的镜子突然自动打开 这可把她吓坏了 下一秒 999只小黑手就从她的床底抓了过来 好在刚刚发生的只是一场梦 她感觉肯定是自己之前玩招魂惹的货 于是找到了当地最有名气的鬼修女 请求帮助 修女说 你正是因为那天玩招魂 没有把恶灵及时送走 才导致的被恶灵附身 如果要解除这一切 必须要花十万块钱做法 才有一丝希望把恶灵送走 翠花一听 这人肯定是个骗子 于是随便找来了一些驱魔符纸 贴在了自己家里 可到了晚上 诡异的事情又发生了 她发现弟弟房间的墙上 突然出现一个人影 紧接着 家里所有的驱魔纸全都燃烧起来 下一秒 一条小黑手直接掐住了弟弟的脖子 她赶紧上前阻止 可弟弟清醒后 弟弟却说你掐我干嘛呀 翠花此时也意识到了不对劲 赶紧上床睡觉 可等到她第二天醒来后 她发现 自己的床上莫名出现了一滩血迹 她试图想要磨开床垫清洗一下 可结果发现 自己的床底竟然出现了一片 乌七妈黑的霉斑 她赶紧来到弟弟的房间查看床垫 结果发现弟弟的床底下 也同样出现了霉斑 并且霉斑的形状 像极了一个人的形状